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使用Webbit语音辨识的功能 来打造老师你自己专属的教学音效机 第一次执行的时候 您会需要允许浏览器存取您的麦克风 所以请按下允许 接着我们就可以来测试看看 拍拍手 好好笑 答对了 很不错 上课啰 停止播放 下课休息10分钟 停止播放 那老师您在上课的过程 不用停留在这个页面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您只要讲出您刚才的关键字 又可以马上使用 上课啰 停止播放 拍拍手 这样就可以在上课的过程 持续的使用这个音效 如果老师你想要自己客制化这些播放的音效 你有几个方式可以使用 第一个你可以直接到播放音效的下拉选单里面呢 直接来做切换 第二个你也可以找到进阶功能里面的语音与音效 直接把你想要的音效积木呢把它丢出来 替换掉我们原本里面的积木 把它放到这里面来 这样就可以了 再来如果你想要再增加更多的音效效果 你可以从齿轮这边 把否则如果 再把它拉进来 用完了之后 请你记得再按一下齿轮把它收起来 接着呢 你就可以复制这个判断的积木 按你要的关键字是哪一个 要播放的音效是哪一个 就可以这样增加您自己额外的 一样的方式 如果呢 您是来自YouTube影片 可能您觉得我需要的音效 不在Webbit内建的清单中 您可以直接找到YouTube网址 那您要留意一下 目前Webbit 并不支援这种短纸 所以呢 您如果要复制网址 请从浏览器的网址列这边 来做一个复制 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跟刚刚的方式一样 增加了一个否则如果的积木 你就可以把YouTube影片的网址 把它贴进去 这些积木呢 您就可以自行再增加出来 调整完成之后 请记得到档案里面的分享 在这边你会取得一个新的网址 这个就会是您自己客制化的版本 下次您使用这个版本进来 在执行 这样就可以完成您自己教室 分属的音效机 所以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